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之前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都有小學的 不過只有兩班 五年班、六年班 一、二、三、四都沒有 所以1960年是聖保羅第一次招收 一、二、三、四年班 當時很轟動 在全香港來說 因為聖保羅的歷史悠久 又是英文書院 而聖保羅的聲譽是相當好 很多政界、商界的名人 譬如謝宇邨、鍾士元 都是聖保羅的舊生 於是我們在其他學校就讀的 那些一聽到聖保羅招生 就一窩蜂地去考試 說出來好笑 我當時在聖保羅男女校讀的 我讀三年班 知道聖保羅招生 第一時間就去報考 那為什麼會報考呢 不是說聖保羅男女校不夠好 而是因為我讀中文班 而這裏就是著重英文的 所以我同屆進來的同學 絕大部分都要能班 那我解釋一下為什麼 因為聖保羅書院的英文程度 是非常之高的 我們在原先的學校 可能三年班才教A、B、C、D 來到這裏就發覺 原來這裏四年班 就要讀那些課外閱讀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課外閱讀 我們叫做Extensive Reading 所有的同學暑期都要看十本 這些出名的文藝小說 我還記得當時有 Monty Crystal The Black Tulip Free Musketeers Thirty Nine Steps 這些書雖然不是原著 也不是abridged的版本 是一些simplified版本 但是你想想 如果三年班才讀A、B、C、D 四年班有什麼可能會懂得看這些小說 還要寫閱讀報告 由於英文程度大幅提升 產生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就是 舊生小學在讀的那些 英文程度相當之高 那時還有我們叫聲中試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後來改了名叫做小學會考 當時升中試 全香港是有萬多人去考的 考三科 中文、英文和數學 每一科都是四十五分鐘 有百幾條題目 每個人都考升中試 聖保羅的成績是相當之好的 兩班加上八十幾人去考 其中有九個是考一百七十名內 一百七十名內 一百七十有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這一百七十個 是政府給他五年免費的 我給Kelvin 那個展報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數過 中共有九個同學 九個同學拿一百七十名內 out of 萬幾人 成績是很威黃的 威到怎樣呢 威到1964年 當時我們擴充這個新譯 就是禮堂這個 1964年落成 我們請到港督戴倫子爵士 走來展彩 同時也頒獎狀給我們九個學生 所以你看到那裏還有一個橫額 是Sir David Trench 在電機開幕的 所以一就是小學會考的成績 是非常非常之厲害 第二就是英文程度太高了 因為去到中學 由兩班變成六班 其他那些學生 那些英文程度沒有那麼高 那怎樣去銜接呢 就慘了 於是乎就不知誰想到一條 一到英文堂就轉班房了 於是乎英文比較好的那些 我們叫做set one 沒有那麼好的那些 set two,set three 所以當時是很亂龍的 一天就轉幾次班房 一到英文堂就執書包搬過來 因為事實上外面比如那些官立小學 那些轉入來的那些 英文實際上是聽不可以說不可以 而我們從小學一路升上去那些 你要記得 所有的科目都是用英文教授 就算數都是用英文教的 只有中文和中國歷史兩科 是講中文的 甚至健康教育 社會科學那些 全部都是用英文教的 所以是沒得比較的 所以當時就是說 一小學會考的成績相當之好 二就是說搞到form one two three 都要分set 英文要分set logistically是亂了大龍的 當時第一個印象就是古色古香 那個舊校舍就在那個位 就是現在教員室那個位 操場中間有個水池 是養金魚的 如果你看回那些舊校刊 就應該有這些圖片 當時是很漂亮的 但是也都因為比較舊 牆邊刪滿了爛藤 講得衰些 有少少陰森恐怖 當時走到那些比較陰暗的地方 就個個都怕有鬼 現在的學校就這麼光猛 就不是了 完全都不是 當時的印象就是這樣 而我們因為人少 上下午班只有八十多人 其實我講上下午班 有點missleading 為什麼呢 其實是叫AB班 AB班 又不知哪個天才想出來 就是說 A班今年是讀上午 明年是讀下午 再後年又讀上午 就是這樣調來調去的 所以AB班那些人 就是一年上午一年下午 當時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Mr.Speak的任內 我們就不叫他Mr.Speak 我們叫他士碧佬 他太太也在教書 叫士碧佬 他是教地理的 當時對聖寶羅的印象就是這樣 每個老師的印象都很深刻 我們看到我傳給Kelvin 一張照片 我們畢業五十周年的聚會 我們都請回當時的那些先生來 Mr.Yong Mrs.Yong 是教教歷史的 我們每個這些先生的印象都很深刻 因為他們是十分十分好的先生 對我們影響很深遠 我舉兩個例子 一個例子 Mr.Ken Ng 是教我們打籃球的 雖然他是教學習學習學習 但他也教我們聖寶羅的球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有個同學叫盧潤森 Andy Lowe 他是南華會的主席 他們很親密的 都經常聚會 有喝茶 當時聖寶羅那些籃球是很威風的 經常都拿校制冠軍的 那些先生對我們影響這麼深遠 譬如教其他科目那些 所以我們那班的同學出了有很多 現在今時今日都是外國很出名的大學的教授 你說那些先生對我們沒有影響 當然不可能 也有很多很出名的醫生 教了出來 當時他們是讀大科班的 那些是順理成章去做醫生 我想在我們一屆裡面 至少有十幾二十個很出名 做得非常好的醫生 所以對這些先生的印象很深遠 其中你問我我自己呢 最有印象就是張志立老師 因為張志立老師是教我們打喬牌的 我當年是喬牌會的主席 另外有一個同學做副主席 張志立老師是我們的顧問 我想你都聽過我們的所謂威衰事 就是說2018年亞運 很好運 我們在耶加達拿了一面銀牌 甚至國家隊他們是全職業的 他們都是拿貴軍拿銅牌 結果我們拿了銀牌 所以我們現在是體育學院的所謂精英運動員 有糧出的 我知道打喬牌不只是我們的年代 首先我們那個年代打喬牌 就是風氣很盛行 而校制有比賽的 我們叫玫瑰杯 玫瑰杯通常是三個學校爭 香港華人、聖保羅和九龍那莎 這個就是當年的情況 後來我們這一班 就是當時打喬牌的那班校制的同學 有很多都入選了香港隊 都代表香港打 一打就打了幾十年 回想起來 已經玩這個遊戲 玩了五十幾年 所以如果沒有張哲立老師的訓導 他的指引 我們不會有這個小小的成就 其實所謂溝通通常都是玩的 不會講些很嚴肅的話題 通常都是開一下老師的還笑 講一下那些花名那些東西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小學畢業那班同學 對聖保羅的歸屬感是特別強的 你知道我們有六 一個方有六班 即是有二百多人 二百四十人 很幸運 我們有同學 就組織到我們有個群組 即是用WhatsApp 居然可以聯絡超過一百個 所以早前那個School Enhancement Project 我們一無捐 就已經馬上有幾十人響應了 如果沒有這個群組 我們也沒有可能 在這個群組裏面 最活躍的那些 都是小學都在讀的同學 所以我們時不時有聚會 香港也有聚會 多倫多也有聚會 聚會起來就無所不談 通常都是想當年 講一下老師的那些花名 這些東西 回憶起來 雖然短短過五年七年 或者我們讀小學四年 中學讀了七年 總共有十一年 但是有無窮的話題 那些AB班的同學 可能從來都沒有試過 一起一班 但是都好像沒有什麼想法 一講起是誰 他彈琴的、他唱歌的 很多話題講 很難得的 就是今時今日 我們這班人還保持有聯絡 即是國際結婚? 如果當年的聖寶羅最厲害就是籃球 其次就是羽毛球 乒乓球就不厲害 羽毛球就拿過校制冠軍 我看外面的橫額都有一個名叫黃左文 他是低我一屆的 後來也都回來 他在港大畢業低我一屆 回來聖寶羅做先生、做老師 他是拿校制冠軍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校風很純薄的學校 很純薄 我頑固我現在的同學 大部分都是一些我們叫做professional 大學教授、醫生、律師 比較多 做生意在商界那些很少 可能這個是學校風氣的問題 講得差一點你可以說 培育了一班書呆子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當年的情況 我不知道接下來幾年是怎樣 但是professional比較多 我那些學生的品格也都很順良 所以有兒子我都會送他來聖寶羅 事實上我也都送了我兒子來聖寶羅 當時學校你知道派成績表要見家長 在這些班房前面有一堆椅子給那些家長坐 我坐在那裡教你 咦?我同學 派成績表說是呀 聖寶羅書院一百七十週年校慶 祝大家友誼永固 在我等於回應 我幾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